造神的由来 小朋友好 今天陆平爷爷来分享一个造神由来的传说 古时候用来烹煮食物的设施被称为造 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中 认为万物皆有灵 所以土有土神 水有水神 树有树神等等 因此造也有造神 造神是中国神话中主管人间饮食和监察民众善恶的神 俗称造军 造王爷等等 造神的起源很早 从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商朝 人们就开始供奉造神了 造神的由来有许多不同的传说 西汉淮南子这本书中说 炎帝作火 意思就是说 中国上古时期的先祖炎帝 发明了火之后 每天都和部落的人研究如何将这火运用到生活中来 因此很快就发明了烧制淘气的技术 后来又发展出烹煮食物的技能 就是知道了怎么样做锅碗瓢盆和怎么做饭 掌握了这些实用技术的炎帝 就带领着族人定居下来 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 按季节播种耕作 结果五股丰收 部落发展的非常强大 炎帝的德行与贡献被越来越多的部落认可 大家纷纷归顺到他的族群 当然了 有吃又有喝 生活又稳定 大家当然都愿意来了 在炎帝的治理下 一个华夏部族的雏形 便渐渐形成了 这就是中华民族最初的模样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炎帝发明了火 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 就将炎帝作为造神来供奉 传说中造神除了掌管人们的饮食之外 也是上天派遣到人间考察善恶的官 造神的左右 有两个助手 他们的手上都捧着一个罐子 其中一个捧的是善罐 另一个捧的是恶罐 随时将一家人的行为记录保存在罐子里 年终统计后再到天庭报告 每年腊月也就是农历12月24日 是造神离开人间向上天禀报的日子 于是人们就在23日这一天送神 怎么送神呢 首先把上天言好事下戒保平安的对联贴在造的两边 再摆上糖瓜汤圆麦芽糖等甜食拜造神 有的人认为这是希望造神回天上时 能为自己多说一些好话 把好事传上天坏事丢一边 不过送神仪式真正的含义 是为了感谢神明一整年的庇护 如同过年的许多习俗一样 为祈求新的一年能好运相随 到了正月初四这一天 就是迎接造神返回人间的日子 许多地区的人希望神明能在天庭多享受一会儿 所以会等到正月初四中午12点过后 才开始祭祀迎神 从这一点来看 人对神的心意也充满人情味呢 关于造网爷的典故就分享到这儿 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在做天在看 陆平爷爷认为啊 我们只要不做亏心事 可能就不会害怕 自然就会心安理得了 小朋友说对吗 好 我们下次再会咯